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大哥今天来我们节目干嘛呢 我们现在先卖一个观子 我们先来看潘老师的保健室电子报 佛罗里达大学的豪斯博士 在去年年底做了一整年的回顾 他说美国人特别宣布了一个我的餐盘 里面规定好的饮料是白开水 可是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理这个建议 因为只有不到四成的民众 会将饮料有没有含糖当作主要考量 其实他在喝饮料的时候 他不喝白开水 他跑去喝饮料 而且喝饮料也很糟糕 喝饮料至少看一下糖有多少 结果不到四成的美国民众 会在喝饮料的时候看糖 更不要讲是不是每个人都喝白开水 他可能还是喝很多的饮料 那么结果他们去研究过发现说 大概这个糖的摄取量 我每人每天糖的摄取量是有固定的 结果两岁以上的美国人 有36%的糖都是来自于饮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饮料对大家影响有多大 我相信现在在看我们电视的台湾人也一样 那么而且一天当中从饮料摄取到的热量 可以达到成年男性达到550大卡 那么女性可以达到320大卡 这个不得了 这个550大卡两碗白饭 多吃了两碗白饭 这个女性多吃了一碗半的白饭 所以因此这个含糖饮料 对于热量的贡献是相当的大 那么这个豪氏博士又很有趣 他找了3361位18岁以上的民众 进行调查发现说 平均每个人每天喝大概4杯的水 也就是1,000cc 另外两杯半的咖啡跟茶 然后完了就是饮料了 那么而且在饮料里面 它的这个种类最多的是牛奶 那么减肥饮料 还有百分之百的果汁 所以从这边来看你会觉得说 这个牛奶是个好东西 减肥饮料不含糖 这个百分之百的果汁非常好 天然果汁 结果实际上 豪氏博士说 其实这些饮料全部含糖 也就是说刚刚所讲的 550男性的大卡的热量 跟女性的370大卡热量 都是来自于这些 所以因此重点来了 今天这个电子报告是就说 台湾民众也一样 不知道哪些饮料中含糖 到底糖在哪里 如果你去调查说水果鸡尾酒含糖 有77%知道 如果你说运动饮料含糖 有66%知道 如果你告诉他说 百分之百果汁含糖 只有40%的民众知道 60%认为他不含糖 错 他糖很多 更有趣的是牛奶有没有含糖 当然含糖 百分之百含糖 结果只有5%的认为 他喝牛奶喝到糖 所以因此糖到底在哪里 现在变成是重点 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要少吃盐 少吃糖 但是重点 你不知道盐在哪里 不知道糖在哪里 所以今天这一则电子报告诉你 糖有很多地方 大家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因此现在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说呢 我们要要求 要标示 要标示这个饮料里面含糖在哪里 那你可以看到 台湾最有名的叫 手摇杯饮料 结果呢 董事基金会去调查 10家连锁手摇杯 然后找了26家分店232种 茶饮料的糖解释 发现说呢 我现在不喝糖了 你给我半糖 结果半糖里面呢 100杯的半糖里面呢 23%的是真半糖 61%呢 是70到80%的糖 因为它没有真正给你半糖 另外16是 一样是全糖 你说半糖 它照样放全糖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你在喝的时候 你说我都跟他讲半糖了 结果没想到呢 还是这么多糖 所以我们在这个保健室 这个电子报里面 要特别强调就是 叫旧事要标示 就是我们希望呢 这个所有的饮料呢 在外头都要标示含糖量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国民健康署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叫健康促进法 现在目前呢 还躺在立法院 已经躺很久了 大概躺了四五年 还没过 这个法要是过的话呢 那就有趣了 以后市面上所有含高盐 高糖的 高热量的食物 通通要什么 要克税 要克什么 克健康捐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使得我们台湾的国人呢 那个健康能够更加的增进 同时呢 克增到的钱呢 也可以益助我们的全民健保 让我们这个国民健康呢 更加更好 那让大家也能够少吃到盐 少吃到糖 好 谢谢潘老师 他是中华民国知名的第一代的体育主播 而他所创造的非常多体育转播的语会 到现在仍然为大家所熟知 以及使用 他就是我们傅达人傅大哥 再次掌声欢迎他 盖火锅良好三坏 对 良好三坏 坏坏坏连三坏 好好好 有没有连三坏 有 赞 赞赞赞连赞 还有 百步穿扬 对不对 头篮 挺腰 上篮 得分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学会了 安德会转摩篮球的 为什么呢 越有趣 越有趣的是 他也是我的长官 以前 对 以前我们在台试的时候呢 他是我的长官 墙降底下没有弱冰 对不对 你也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体育主播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健康节目呢 那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年刀得少了 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富达人有什么养生术 其实有的 真的吗 富达人 要不然为什么活得这么健康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给他爆料一下 所以富达哥他会转摩篮 他也很会打篮球是不是 会的 好 来富达哥来看您的身手 现在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样子 先帮我们秀一下您的身手 然后我们请三位来宾猜一下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好不好 好 来 来教大家一下 好 OK 平营的年纪 现在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打篮球 这表演特技了 对 骨头好软哦 对 那听不听 真的 这好像那个中国达人秀的 对不对 对 好明 对 这很厉害哦 这我们 我们三次在做可能还做得比较 看 又都可以 看这个 好厉害 来 投个篮吧 可以灌篮嘛 投篮随便就有篮 空心了 来 三位专家帮我们猜一下 富大哥像这样的身手 您猜他现在实际多少岁呢 好 70岁 66岁 70岁 潘老师你怎么这么不给面 怎么给人写70岁啊 不是 我是实话实作嘛 我看他已经在体育界这么久 实验总比我大一点嘛 因为我们从小看到大 他不能猜得比我小嘛 对 真的 还是民国51年开播 我本人51年诞生 当时呢 我开播的时候 我还在喝奶的时候 应该就看到年纪 你现在转播成事态了 对吧 黑白片的时候 你写66 实际不止咯 对不对 对了 应该是不止 可是他实际上看起来 大概只有四五十岁 妈咪哦 那个秘密能力 大哥 你情话那么棒 听说他在泰国做了一件事 有做了打钙细胞是不是啊 对啊 有没有 有没有这位是 大陆 大陆 在大陆是不是 你在大陆还打钙细胞 没什么用 他就打了六瓶那个点滴啊 这么多啊 那个 那是一个妇产科医院 所以您到妇产科去打钙细吧 不是 因为他们那个妇产科医院呢 里面表示新生儿的胎盘啊 他们那个时候反正 新鲜的 住在弄 但是打上回也没什么感觉 那打胎盘是新吗 对 因为在 所以您年轻的秘诀 是打了那六罐在山西 没有 那我们这集已经录完了 答案已经揭晓了 这已经录完了 那是 那是 他就是说不管用啊 他就是不管用啊 那什么管用呢 等一下我们会揭晓 对不对 好 来 您先请回座 好 什么管用 等一下给你们讲 对 等一下讲 待会儿呢 那个富达仁大哥呢 还有他的养生术 是这个运动方面的 等一下我们会一揭晓 他有一个单球操 姨姨老师 您为什么猜富达哥是七十岁 因为我刚听到 他有一个小孩 在五十七岁的时候 生的 生力课算了算术 所以我稍微算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他十几年就看起来本人好年轻 天啊 皮肤好好哦 小孩现在也都二十多了啦 对 那一个小孩在当时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岁 一加一加 那这样 对 然后再稍减一点 对 我在稍减 我现在生的时候 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对不对 对 你再一加 对 我就稍微加一下 所以其实他的答案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健康大乐套里面 对不对 我们来看他的实际年龄是 80岁 有可能 十八十了 十岁 人生七十才开始 对 所以加十岁而已嘛 你现在才十岁 另外一个健康大乐套的数字是 二跟三 什么叫做二跟三 是二十三啊 是二跟三哦 两好三坏 人生满桥数 没有啦 两好三购 两好三购就是傅达仁傅大哥的养生数 我们把它归纳成两好三购 究竟是什么样的两好三购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傅达仁傅大哥的两好三购养生法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三购是第一个叫做营养购 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 但是他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呢 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他的三餐 三餐是什么呢 早餐 午餐 晚餐 其中呢 傅大哥认为早餐是一天当中营养必修课 中餐午餐反而是简单的选修 所以你的重点在早餐 您出来一下告诉我们 您的早餐都吃些什么 我看一下水煮食井蔬菜 还有半熟的荷包蛋鸡汤面馅 看起来好像蛮丰富的 因为我自己不喝豆浆 也不喝牛奶 为什么 喝牛奶咖啡豆浆一喝 马上就反胃 很奇怪 是年纪的时候就不喝了吗 我的体质是这样 连豆浆也不行 当兵的时候还是逼得喝豆浆 但是不舒服 所以我一辈子大概 因为我山东人嘛 你也山东人 潘老师山东同乡会 老乡见老乡 大家心洋洋 所以我每天早上 一定是吃面 现在年纪大了就吃面馅 了解 面馅是 这里是面馅了 面馅 鸡汤 鸡汤一个荷包蛋 曾经有三年不吃蛋黄 因为胆固成的问题吗 因为我怕胆固成高 因为过去的时候 吃很多肉 后来因为贫血 得了H1N1之后就贫血 那时候有上新闻 然后后来就上新闻 就改吃加蛋黄 所以这是我简单 早餐必吃的 大概有五年以上 等下关于蛋 我们再来深入解释一下 您这水煮石井蔬菜 是什么东西 这个石井蔬菜有南瓜 必吃的 一定要吃的 红萝卜 白萝卜 芥菜 大露妹 黑木耳一定要有的 然后混在一起煮 煮成一大碗 每天早上没有味道的 但是它是原始的蔬菜味 真的 今天我老婆煮一锅带来了 这里我们看 这有一大碗 对不对 就是这一大碗 就水煮 水煮 摆不摆糖盐 什么都不加 调料都不加 我跟你讲 你们要喝这口汤 如果不美的话 你们打我 好 潘老师你已经喝了 怎么样 非常好吃 真的 因为它有天然蔬果的甜味 完全没加盐 完全不用 要煮多久呢 对 包括这一料 我是煮的比较烂 因为我要容易 牙口 牙口的味道 你们牙口好的可以嫩一点 了解 我煮的比较烂 那大约煮半个钟头左右 很快的 其实应该蛮快的 二三十分钟大钟 只有萝卜可能比较烧 所以可以吃新鲜 所以你这个一大碗 早上就吃这么一大碗 那不就饱了吗 那很棒 没有 我食量很大 我这一大碗之后呢 还有一大碗的 那个鸡汤面馅 对 还有鸡汤面馅在这 这时候就是我的早餐 这样子 那早餐吃的真的是 营养很丰富 可是我固定 每天都不变 每天都吃 那蔬菜内容会不会变 内容有时候变一两样 变一两样 所以这个是必修可 主要的南瓜 红萝卜 白萝卜 芥菜 大陆没喝木耳 这一定有 一定要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早上就吃水煮的食物蔬菜 我们常听到很多专家 是打成蔬果汁 凉凉喝 对不对 那这个是做成 好像炖成 好像一锅东西 蔬菜汤 南瓜 对蔬菜汤 南瓜 红萝卜 白萝卜 这一大堆 这样营养够不够 对 其实我刚刚看富大哥 我真的很佩服他 因为我刚刚看 除了蔬菜之外 它的颜色有五种 所以他一早 他就吃了五种的颜色 五种的颜色 对 因为我们营养师一直强调 你要健康 你就是要多色 多样 彩虹蔬食的部分 这里有五种颜色 对对 你看颜色黄色 有啊 红色 白的 然后绿色 然后黑的 对哦 全有了 对它全有了 它五种颜色都有了 还有加番茄 我有看到 这里有番茄 还有番茄 对然后再来就是 它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它有主食类的南瓜 然后对 然后跟面线 然后再来就是 它有鸡汤嘛 它有鸡肉 蛋白质 对对 还有一个荷包蛋 对 然后还有荷包蛋 是蛋白质 然后这边就是蔬菜的部分 所以我们常常鼓励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病人 或是一些养生的 就是早上的话 也有三个大重点 一个是淀粉 一个是蛋白质 然后一个是蔬菜 然后富大哥我真的很佩服他 因为他一早就吃蔬菜 因为通常我们国人一早最缺乏的就是蔬菜 对所以其实他这个方法很好 因为他把它 而且他煮的这个蔬菜都是几乎都是当季当令的 把它组合起来 对那这个主要的南瓜 红萝卜黑木耳有什么样的营养呢 吸收在富大哥八十岁的身体里 对难怪他看起来非常年轻 对因为像南瓜我们在讲 它就是有果胶 而且最近一些重金属 一些食安的问题 其实可以多吃一点南瓜 如果你的南瓜很干净的话 其实可以连皮一起吃 对连皮一起吃 对然后呢 因为南瓜我们知道 就是维生素A也非常的多 然后另外保护摄护腺腺的 是生南瓜籽 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一般的生南瓜籽 把它榨出来的那个生南瓜的油 才可以保护摄护腺腺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可以用坚果来带 不是零食那种南瓜籽也可以 也可以用那个坚果来代替 对然后呢 因为而且南瓜 它有时候就对一些胃 比较消化不良的人 其实它膳食纤维是属于低的 所以它是比较好消化 对对对 它是比较好消化的 那红萝卜 这边有一个特别研究 应该是富大哥 他是非常的有效果 他说哈佛研究看完化效果呢 它能够帮助精宠活力跟数量 比较容易受孕 到现在怪不得每餐都要吃红萝卜 对对红萝卜这样子 对所以而且 红萝卜其实对就是受孕啊 还有就是黄斑部病变 眼睛的保养 而且现在太多人用3C 有没有 用那个眼睛的保养 还有就是说美国科学家呢 他发现就是说 常吃红萝卜的话 得到肺癌的机会 也会减少40% 了解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 因为我们台湾人的一个癌症 没有肺症好 对对对对 那红萝卜它有一个吃法 就是说整根吃 就整根煮 所以如果你在早上 要煮红萝卜 其实整根下去煮 然后煮完之后熟了之后 在做切它营养价值保留 这锁在里面 先锁在里面 对先锁在里面 对 了解 然后另外黑木耳是非常好的蔬菜 真的 在营养师的眼里 它是一个黄金 就是说黑色的黑金 黑金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常吃 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尤其对三高的病人 它除了可以帮助血糖稳定之外 又可以帮助我们胆固醇去排出去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代谢症候群 或是三高的 我们会建议它一天里面 要有一餐是要吃到黑木耳 那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 我跟你讲 100克里面膳食纤维 它是7.7克 那一般的蔬菜 大概都是3克左右 对 所以它7.7克 它是一般蔬菜的两倍 所以如果你煮了这一锅 那么好的蔬菜汤 然后包括南瓜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整个 连这个里面的东西 都要把它吃进去 对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富大哥 什么建议 就是说 因为它的南瓜跟红萝卜 都是属于维生素A高的 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加油 因为它是蔬菜汤 对啊 没有油 对 所以你可能其实在早餐的部分 你可以吃一点点的坚果 对 你可以加一点坚果 晚上吃 所以你蔬菜晚上吃 还是说老师 把那个 李老师 把那个鸡汤倒一点过去 不是也可以吗 就是让它有一点油 有一点油脂 这里有一点油脂 可以红酒吃坚果 不过到肚子里面都混在一起了 应该还OK 对 就是早餐的时候要吃一点油 然后帮助你的蔬菜 里面有维生素A可以吸收 那就更好了 就100分 可是富大哥 就是老师这边好像没有看到 有水果 是不是 没有吃水果 那是香蕉 吃完了早餐 另外一根香蕉 还有一根香蕉 一根香蕉 所以就有水果了 所以它符合我们早餐 吃得很丰盛这个原则 富大哥这里还说 它有这个乌骨鸡汤 但是很怪 是用那个半熟的鸡蛋 那半熟鸡蛋 到底对身体好不好呢 另外我们看晚餐 跟午餐都好像吃得没有那么丰盛 他说选修嘛 对不对 为什么午餐跟晚餐变成选修课了呢 它的良好三购养生素 还有哪些主要内容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这个富大哥的这个十锦蔬菜汤 非常的棒 早上应该是够了 那早上是不是还有炒青菜呢 富大哥 没有 就是一碗青菜 加一碗那个鸡汤面馅荷包蛋 对 好 那那个荷包蛋是半熟的蛋 为什么要选择这半熟蛋呢 应该是熟 但是它是溏心蛋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 有人告诉我说 这个溏心蛋容易吸收啊 也熟了了 等于也熟了 可是这个煮法你要注意 怎么样 水要滚的时候 啪打进去 那个蛋就盛底了 对 盛底以后你把那个火关小一点 大概15秒到20秒 就好了 好了 捞起来 在那个汤里面 它又再烫一下嘛 就非常好吃 了解 那仪日老师 你建议大家吃这样溏心蛋吗 我们蛋建议还是吃熟的啦 其实就是熟的话 它的吸收率会比较高一点 全熟 全熟的 蛋熟蛋反而吸收率不高 反而比较低一点 真的哦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 比如说像最好的 吸收率最好的就是水煮蛋 水煮蛋 水煮蛋 对对对 一整颗的水煮蛋 然后把它就是 就是全熟 富大哥的这个是水煮的半熟蛋 可以吃给你看吗 吸的 把那个蛋黄吸掉 好吃的不得了 那你以前 什么也不要加 你以前有好几年是不敢吃蛋黄 是因为胆固醇的关系 潘老师到底这个像这样半熟蛋 或者这蛋黄对于胆固醇究竟有没有影响 好多人不敢吃蛋黄 这很重要 这蛋黄 如果你本身 这个并没有所谓的这个胆固醇过高的话 每人每天一颗蛋连蛋黄都要吃下去 真的 对但是如果说你有胆固醇过高 那么这个有用药控制的情况之下 又回归正常的 那这个也是一天一颗蛋 这个蛋黄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但是如果说是你现在没有在服药 胆固醇过高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一个礼拜就三颗蛋 一个礼拜三颗蛋 所以就是说 现在有三种人 一种人是本来就正常都不用吃药 都很正常 这一天一颗蛋蛋黄一定要吃 第二种人是他有异常 可是用药以后他正常了 这还是一天一颗蛋蛋黄也要吃 只有一种人是 他还达不到吃药的标准 然后呢 现在要控制 然后呢 这个人就一个礼拜三颗蛋 顺服 顺服 绝对听话 不像富哥天天都吃这样是不可以吗 每天都吃 可是富大哥如果没有胆固醇的这个问题 他是OK的 我以前啊 我一个人吃三斤蒜羊肉 就到北京采访 天冷啊 那个火锅 三斤 三斤蒜羊肉 所以呢 后来有一次演讲的时候 我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一直在讲话讲话讲话 有一点点喘 那个辅伦社社长就说 哎呀 你这个可能 我刚做了那个支架回来 很方便 我带你去看我那个朋友 他就带我去到镇兴 去看心脏了 去看了 镇兴 我从来没做过心导馆 那是七十多岁了 75岁了 是 然后他就 那个曹电平啊 就帮我做那个心导馆 是 一做 像那个石头一样啊 两个 那个气球通不过 两边都通不过 像亚铃一样 他就拿那个钻头啊 钻 我说那你算吗 天哪 一直醒着嘛 还看着镇兴 真的啊 然后做心导馆手术 就钻过去 因为吃肉太多了 了解 然后他 血管已经部分堵塞了 我很紧张了 我只祷告了 然后我一看 他脸笑了 我就知道钻过去了 钻过去 所以现在已经放了 有心导馆 五年 两个支架 两个 两个支架 副科听说你多年来 已经都不吃肉了 全部吃蔬菜 中午吃肉就少吃了 菠菜 还有那个花椰菜 白的跟绿的一起炒 对 鱼 鸡 鸡 我现在还是吃肉 吃一点瘦肉 他都吃白色的肉 那个白色的那部分不吃 可是猪肉那个皮啊 什么羊肉皮啊 这我特别喜欢吃 特别喜欢吃 那个皮和瘦肉中间的 那个白的 对不起 再见 肥肉不吃 肥肉不吃了 皮和瘦肉 就说以前那个吃那个五公斤 两公斤 那个涮羊肉那豪气 没了 对对对 对对 为了自己身体健康 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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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太多了 所以就吃少一点的肉 可是孙哥 孙哥这么爱吃青菜的人说你有两种菜是不能吃的 就是葱跟高丽菜 那我讨厌 那味道讨厌 因为我小时候苦的不得了 我是孤儿 百分之百的孤儿 我那个生下来我妈妈就去世了 然后我父亲是少将 抗日阵亡 我是烈士遗族 那我就跟了蒋夫人 我们来台湾嘛 现在找到忠烈慈 有我爸爸的牌位 我准备过了年要去全家去拜 忽然间找到了 然后我们的校长是蒋公 国民革命学校 所以我们流浪到这里 一路流浪 没东西吃 流浪四个多月才到台湾 一直跑 还有枪声 然后同学一直 那个饭就是用那个骨子 还没有压好的 煮煮煮煮 然后那个菜 就是玻璃菜和葱叶子 没人要的嘛 然后有时候发一片红糖 一片红糖当菜 红糖啊 我小时候苦到什么程度 太苦了 就黑糖那个 来到台湾是住的大桥国校 大桥国校 现在还在 大桥国校 现在那个地 是泥巴的 现在还在 我们就扑了在那儿睡 然后大家夜忙 夜忙症 因为营养不良 夜忙症 好可怜哦 三十位不够 我还是打篮球啊 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嘛 打篮球在哪儿打 二八公园就新公园 有一个破球场 篮筐快掉下来 没有网子 我们打打打 累了以后 旁边有个小孩 挂脖子上 结冰 一分钱一支 我们也买不起 然后呢 旁边吃那个 喝那个水槽的水 水槽的水龙头是铜的 被偷掉了 那个洞流出来 喝不到 喝不到 你怎么办 拿那个硬的树叶 一插 一插上去 咕咕咕咕咕喝 喝完了再去打 打一身汗 就是兼苦的不得了 那为什么不吃高丽菜呢 因为一路上吃太久了 吃太多了 一闻到那个味道 咕咕的叶子吃的 对不对 闻菜色变 闻高丽菜色变 闻葱叶子色变 为什么葱叶子 葱叶子 因为我们没钱买 因为那个菜市场 就说葱叶子不要了 葱叶子不要了 每一天都吃这个 所以现在 一大多 怕了 怕了 一闻到味道怕了 煮开了 煮开了以后 放一勺盐 半罐那个花生油 然后开了以后 每个人一勺 我们拿那个牙缸子 接着就吃这个 当菜 每天这样 所以是这样苦过来的 整个台湾在民国 四十多年的时候 对不对 三十八三九 到四十多年 那个是非常苦的时代 听说那个时候 饿到什么呢 有一个同学 养了一条狗 对不对 然后最后大家不忍心 因为没有肉吃 就把那狗给杀了 那结果呢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香肉》 就是我们 我们过年的时候 过年没有肉吃 一个同学 七八个香好的同学 就让那个狗主人 把他杀了 杀了在后边 防空洞旁边煮 有个大脸盆 放上了葱姜蒜 很烂 端上来很香 我们围着 然后那个主人 不动筷子 我们也不好意思 那个主人那个同学 看了半天 他掉眼泪了 他起来就把那脸盆 啪就倒到水锅里去了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起来 这是永难忘的一个故事 叫《香肉》 然后另外我在台大 我考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住在宿舍嘛 大家都回家了 我的同学考取台大 坐在隔壁床 台大有一个日本式的建筑 早餐卖客饭 你滑稽吧 早餐卖客饭 就是你洗饭随便你喝 小菜一块钱一到 我就一块钱买 洗饭随便喝 随便喝那就叫客饭 然后买一片猪肉 五花肉 倒半瓶酱油很咸 咬一点喝一碗 咬一点喝一碗 一会儿那一锅 我喝完了 我都说 哎呀能吃得不得了 然后那个老板娘 同学 你是哪个学校的 下次他别人没得喝了 下次别来了 一把锅都喝完了 你把他喝光了 然后我就 一人喝了一锅这么大 我就很不好意思 大胃王 就走了 走了然后后来 后来到台式成名以后 对 他那个地方改建大礼堂了 大礼堂 约我到那去演讲 我就脚下站在 踩在那个日本建筑物 相当年被赶出 喝稀饭的那个地方 我站在走廊上 久久不去 对 虽然没有掉下来眼泪 但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对 人生就是这样 一连串的成功与失败 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 对 所以要奋斗 人生就是这样 我的一生 就这几句话 我就始终记住 我这要奋斗 出人头地 所以做什么 我都要百分百 对对 讲太多了 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 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 在排大的 这个饭馆里面 因为把稀饭 全部都喝完了 所以被赶了出来 六十年后 受邀回台大去演讲 同样的地方站在那里 你觉得真的感触非常的多 或许这真的就是人生的写照 因此现在您非常会养生 在餐桌上应该没有稀饭了 对不对 变成了这个乌骨鸡汤 也不错了 而且加高贵的中药 然后加什么办法 潘老师来带领大家一下 终于熬过来了 富达人养生早餐里面 你看现在还在早餐 早餐丰富的不得了 现在有乌骨鸡 还加了天麻跟花旗参 早上适合吃这么营养吗 还有红枣 还有红枣 还有哦 还有黄旗 其实早餐吃营养是对的啦 真的 因为大家都讲说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嘛 对 对对对 吃得像皇帝 这个是养生这个的绝招 然后呢 然后这个这个鸡汤 这鸡汤本来就是大家用来养生 因为以前我们早期如果生病的话 就喝个鸡汤喝个鸡汤 早期是没鸡可以喝的 要撒一只鸡那不得了的 对不对 更何况 你现在喝到乌骨鸡啊 你知道吗 乌骨鸡在日本称作为神鸟 很有趣的是 这个乌骨鸡的鸡毛是白的 啊真的 乌骨鸡的鸡毛是白的 但是它里面皮跟肉都是黑的 那就是因为它特别的营养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所以你到了日本去 只要上了这个乌骨鸡啊 人家说哇不得了 这下重本了 这今天我是皇帝级的对待 对 所以因此啊 这乌骨鸡的营养成分 确实高过一般的 我们现在所饲养的肉鸡 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 没有做错 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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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人呢 我们人呢 你一踏了以后呢 总是气血循环希望要好嘛 所以我们一般是希望利用运动来增加气血的循环 对 但是中药养生里面呢 它确实有一些药材是可以增加我们气血循环的 那这些气血循环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天麻 你就是行气火血 看到没有 还可以除风湿 对不对 除风湿就是也是排除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 对不对 然后另外像花席参也是补气 但是这个补气很有趣哦 这个比高丽参来讲好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高丽参太燥热 嗯 太过了 所以因此呢 它你看到 它虽然是补 但是它还可以清热 有没有看到 这很特别的 但是呢 接下去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还可以补气 所以用花席参 这个几片不要多 放几片 又用药材也不能放多 天麻花帝参放点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药膳 老师安德 我是知难行义 怎么讲 我不知道 他这些讲的知识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吃了喝了 我就是做了再说 吃了再说 吃难行义 没错 那这个五股鸡这么一大只 你一天吃一只吗 没有吧 不 那一锅汤就是炖了一大锅 每天吃一大碗 分批吃 分天吃 分批 一大碗青菜 一大碗的鸡汤 还有一些面馅 鸡汤面馅加蛋 这样影响够了 早餐也够了 老师你怎么知道 一开始就要吃这样的 这样的食谷呢 怎么这样吃到这样的 没有一开始 因为这个鸡汤补身 我老早就知道 但是我讲一个 真的是外国人到我们来学中文 学的两年学的不错了 然后那个老太太就告诉他 老母鸡汤最补 他就到菜市场去买 我们是用杀的嘛 那个鸡汤不知道 一抓抓个公鸡出来 这样子 他一下子忘记那个母鸡怎么讲了 不是不是 我要他的太太 那菜饭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拿了老母鸡给他 听明白了 然后他买了回来 他隔壁家邻居养条狗 那个鸡叫出来 没咬鸡咬他 又咬咬了腿上 你的狗在我的腿上吃饭 这就是我想到这个老母鸡汤 老早我就知道会补 这个老外呢 就是所谓中文比英文难学多了 对 没错 但是他讲这个也懂 我们也有很多杨金邦英文 我刚才那几句 是我特意背下来 所以老母鸡汤绝对补身 老母鸡汤的英文怎么讲福大哥 很简单 老母鸡汤绝对补身 它是不同的 听得懂就好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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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鸡汤也可以 对对对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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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呢 就是这个乌骨鸡汤早上吃 对对对 那中餐跟晚餐 另外还有这个 两好三够嘛 对不对 那做运动应该也是要够的 等一下傅大哥教大家 他的运动健身说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傅大哥今天来教我们 除了他的这个 吃方面的养生哲习碗 养生的那个吃的还没讲完 午餐晚餐我们待会再吃 那么现在先利用一点时间 来看看您的健康操 那运动方面你也是拿手的 教我们几招吧 对 养生要动 养心要劲 所以我每天早上半个小时 到那个球场去打篮球 晚上到俱乐部去游泳 游泳洗三温暖 我发明了一个篮球操 很简单的 我先做一下 你们跟我就跟 然后先向前伸展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好 向两边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好 老师的球 一拍球 对 左脚就左手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然后这边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来 然后这边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对 也太粗了 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给我做 一 二 三 四 这可以吧 二 三 四 四 还可以 二 一 二 二 三 四 一 二 四 跳 一 二 四 跳 好 看这个 再来看这个 好 全身都动到了 一 二 三 四 然后这个转过来 二 二 三 四 这NBA级的 我们没办法 一 二 三 四 这个可以吧 二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不要停了 三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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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强崩了 后面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伸展 二 三 二 三 四 要放松 要放松 一 二 手一定要很松 有点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富大哥 您这个每一天都做半个钟头 对 现在出汗没有 出汗了 出汗了 而且还很喘 我们是捡球出汗的 不是做运动 出汗的 有些NBA级的动作我们做不到 我考你进来的时候 你的文章写得很棒 真的吗 但是现在口条很好 真的 厉害 你不晓得 比我厉害 我吃这十几小时 你练得更棒 现在你卡西夫知道 真的 所以早上你就做这个运动 对 我当初考他 1500公尺在哪里起跑 好 各位观点击前面的观众朋友 您知道在体育里面 要跑1500公尺比赛的时候 起跑点 从哪里起跑点在哪里 对 潘老师请回答 对 在身体台前面 错 下次再告诉你们 对 没有录取 不能录取 不能录取 好 猜猜猜猜猜 好 这个就是富大哥 带给大家的运动操 富大哥我问你最后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没有球 那怎么办 没有球 我们不能拿一个球 另外有养生的操了 别的操 对 还有你这个球很容易 300块钱一个 对 我跟你讲 刚才我做的事 大身体都出汗了 这个指头越老 落少循环 要灵活一下 对 这个你看 你看这个球 这一捏 看到没有 一捏 看到没有 不是用甩过来的 一捏 一捏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一走路就可以 二 三 四 走路也可以 你看全身动 一二三 四 要伸展 要伸展更简单 一二三 四 你会跑掉 二三 你看伸 伸得很远 球会跑掉 一二三 球会跑掉 你们小心 你看又要出汗 这个很重要 这个走路 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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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肢非常 我当时的篮球教练嘛 所以这个球对你来讲 很方便 我们就比较呆了一点 我发明这个篮球操 没有人发明 这个篮球操又有兴趣 又好看 然后又出汗 我觉得就算 我们运动动作做不来 捡球也是一个 好 我们谢谢这个富大哥 接着我们继续讲您的 这个养生的部分好不好 好 篮球操 对啊 简单做一下运动 我看我们都已经满身大汗了 潘老师呢 就满场捡球 你老师的球掉到这个 摄影院边去了 不过我们大家都有运动到 那我们回到来看 刚刚这个 在运动之前呢 富大哥有讲到说 他的这个 辛酸史 我觉得每一个人呢 其实在那个困苦的时候 是更激励大家 这个奋发人生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功成名就 只有是我们大家崇拜的对象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少年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苦一点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吃的苦中 吃的苦中 方为人上人 好 那刚刚富大哥有讲到说 他不吃葱 以及不吃高丽菜 因为会回忆起年少时候的 贫苦生养 对 但是好像不吃葱 跟不吃高丽菜 在营养方面有一点可惜 真的 对 那那个余地老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多多少少吃一点葱 不错 多多少少吃一点高丽菜也不错 那为什么 我补一句好不好 好 我吃烤鸭的时候 这个葱板啊 蘸那个甜面酱 那个一定要吃 那个要吃 好 对 所以 所以 南云博士讲的一样 凡事都有例外 对 本性烤鸭 有点葱 葱的营养是什么 对 其实葱 他叫做 这边有个名称很有趣 叫和氏草 对 意思就是说 他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你看像富大哥 用在他的烤鸭也可以 对 或者放在他的 比如说 你在炖那个蔬菜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放进去 也可以放葱 对 而且像生葱 洋葱 青蒜 这些 他都有特殊的一个 流化物的味道 刺激的味道 所以有机流化物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猝食体内 就是排除一些 致癌物质 而且让我们就是说 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你常吃红肉的人 比如常吃火腿 香肠 这些人 其实可以让我们就是 在亚硝酸盐的部分 就阻止亚硝酸 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的部分 所以他其实葱 他真 第一个其实我们在用在 那个营养学上面 是用在血管的保养 血管保养 就是血管的保养上面来看 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高血压的 或心血管疾病的 那我们还是建议 还是要吃葱 多吃一些葱 多吃一些葱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 没有办法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没办法 吃这样一条一条的葱 其实洋葱 或者是蒜 如果是可以接受的话 就是一样 它就一样了 蒜应该可以吧 小孩路人吃辣椒 可以 那就非常好 对 那高丽菜呢 好 那高丽菜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就称为 它是厨房的胃药 厨房胃药 厨房胃药 因为它本身纤维不高 所以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肠胃 比较好消化 对 所以它里面有维生素衣物 它可以预防胃溃疡的部分 所以 像日本人 它叫高丽菜就是 视为是 保健 胃部不可或缺的 一个蔬菜的部分 所以一般来讲 它很多人养价值 像流带配糖体的部分 预防胃癌 或是分类的部分 它可以护胃 那它里面最重要的质化素 就是营朵的部分 它可以预防 像女生的话 预防乳癌 那酸食纤维又预防 肠癌的部分 但是它有分 像高丽菜有分 高丽菜芽 紫高丽菜 跟一般的高丽菜 那刚刚傅大哥讲的是说 那种包叶子大的那种 因为那种叶子就是 通常我们在吃 那个 如果你在菜市场卖的时候 它会把 它丢掉 对 对 我们就讲回来 对 那个其实我们也不太建议吃 因为它那个农药 产油量也是蛮高的 所以 在那个年代大概没有什么农药 对 反它农药 对啊 也就吃了 有的吃不错了 对 饿得不得了 对 所以如果说一般民众 如果说要吃高丽菜的话 我们其实有一些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要吃到 膳食纤维的部分的话 那以高丽菜芽的部分 它是膳食纤维最高的 像小小的 对 小小的 可是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 对 那高丽菜反而膳食纤维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胃不好的 你就选白色的高丽菜 如果便秘的 你就可以选高丽菜芽 对 所以你可以做这样 如果说家里老人家胃不好 其实高丽菜就OK了 白色的高丽菜就OK 那维生素A呢 因为我们知道高丽菜 它有分紫色的高丽菜跟一般的 那它其实 它是属于维生素A 还蛮丰富的 所以高丽菜芽 也是维生素A多的 都是芽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要吃外面粗糙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选择高丽菜芽 它的口感来讲它虽然细致 可是它纤维高 而且它农药比较少 对 农药少 然后维生素A又比较高 对 然后如果是钾的话 像我们在讲钾 钾也是护血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矿物质 它也是属于高丽菜芽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钾含量是比较多 但是因为 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 那个富大哥他生活习惯的一个问题 对啊 跟他以前的一个经历 所以他可能会避开 而且不是他吃到最外围 那也是最难吃的 最难吃的 对嘛 可是如果说 这种十字花刻的东西 如果它不吃 我们也不会硬强迫它吃 但是你可以替换 比如说高丽菜 你可以替换成白菜 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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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一下老师 我请教一下 老师请教一下 因为心脏装了支架 有很多朋友都这样 对 他吃Privix 或是Aspirin 这个东西是 就是说抗凝血 对 如果你吃那个 像花菜了 像菠菜多了 它是凝血的 维他命K很多的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 会不会抵触 有没有冲突 第一个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们会药物 跟我们的 如果抗凝血的一些食材 我们会分开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把它分开 食材 可吃 但是差 差口开来 第二个就是说 量不要过多 其实也不会那么大量的影响 就是说量的问题 哪些会影响到那些 Aspirin 或者是凝血药 如果有的话 像刚刚其实 富大哥的黑木耳也会 黑木耳也会 黑木耳是比较常 抗凝血 了解 还有就是 会影响Aspirin的话 其实像如果你吃的 保健食品里面 有鱼油 银杏 红麴 纳豆 这些也会影响 所以基本上 你应该跟药物 这种会凝血的食物 分开 大概是两个小时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Privix Aspirin 会影响血球 红血球会变小 会贫血 真的 会贫血 老年 你装支架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 你每天吃 我吃了五年 四五年 检查 红血球小 医生讲 你隔一天吃一次好了 了解 三天吃一次 那就是他的副作用 对 要小心 对 没错 自己中老年有吃药 要小心 然后中老年 也不要完全都是吃太素的 因为有时候贫血 我们以动物性的蛋白质来讲 贫血的比例 就是补充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FLOG他是有吃点鸡肉 有肉啊 然后吃点鱼肉 对 那其实他可以做一个补充 那芝麻应该可以吃吧 芝麻的话 芝麻的话它是铁比较高 但是你要把它磨成粉价 可是他不喝豆浆 你就是把它撒在你的菜肴上面 那你的意思 我必须要当花和尚了 你有吃肉和 我已经有多少钱了 没有 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和尚 不是和尚 多少钱 并如队伍空门 对 行 并如队伍空门 只是说要补血这个加强一下 补铁的粉 只要有吃到动物性的肉类的话 还有一些蛋的话 其实因为铁 因为说你贫血的话 血球跟你蛋白质的摄取 有没有够有关 对 富大哥的精彩人生 怎么会停留在菜这里呢 好 马上来一个 睡前一杯红酒 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喝 真的吗 富大哥刚刚一说你们一定要喝 这问题来了 又是喝酒 这潘老师最不赞成了 好 那这个睡前喝一杯红酒 富大哥认为对睡眠是比较好的 真的是这样吗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如何对为这个最后这个精彩的一天 做一个完结呢 睡前呢 画像完美的据点 对 富大哥说他睡前会喝一杯红酒 为什么呢 我每天必喝 因为我认为这个红酒对血液循环好 因为你睡了以后啊 你循环就慢嘛 你停止动作了嘛 所以这个可能有一点好处 我说每天必须要喝 大概比这个多一倍 一点点 不是很多 再多就不喝了 对 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是把cota都用完了 这样子 年轻的时候你记得按照我们在台视 李福老师一请客一喝 喝到第二天天亮 很好 那没有完 那是我 没有你他不喝 我们几个 富大哥这酒量也很好 没有没有没有 有测试过 所以现在呢只喝一点这个 了解 酒就弄大概十四左右 好 了解 晚上喝 算养生 潘老师这样睡前喝个红酒 OK吧 其实把它改成晚餐喝就好了 早一点喝了 因为怕你影响睡眠 因为我们睡眠有一个叫 说对睡眠好 不好 不好 因为我们睡眠有动眼期跟 跟